她是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也是新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台北之年 依旧奋战在声乐教育第一线的她 是如何兢兢业业为音乐事业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国宝级的艺术家 没别的毛病 就一小毛病 护肚子 我有时候听她课 听她开的那学生 我都不好意思 我给你拉开走了 三圣大门即将开启 谁的到来就让她又爱又恨 我要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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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掐死你 所以我猜就是你 真是三圣大门 真的担当不起 受宠落惊 本期你看谁来了 现在开始 这里是天津卫视大型感恩互动谈话节目 红毛要酒 你看谁来了的节目现场 有请王芳 王维聂 今天是天津卫视大型感恩互动谈话节目 红毛要酒 你看谁来了的节目现场 欢迎大家 本节目由 红毛要酒 相信中药的力量 也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来观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这一位 是我们这个节目开播以来 来到现场最高瘦的一位 最高龄的一位 而且刚才我见到她之后 真的没有想到她的年龄 生如红中 是的 到底是谁呢 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她 她是新中国第一代女高音歌唱家 也是新中国声乐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一曲《黄河院》唱出了抗战时期 千万同胞的新声 台北之年依旧奋战在声乐教育第一线 今日首度做客《你看谁来了》 这位声乐太陡 将讲述哪些成名路上的难忘故事 又有哪些好友将惊喜亮相 有请大来宾郭书贞 有请大来宾 亲爱的 郭老师 郭老师好 我一口洪水了 看我们的观众多欢迎您啊 郭老师 她们说这个女同志的年龄是不能随便问的 但是我还是憋不住想问问 您的年龄能暴露一下吗 真不能憋着 憋不住的 您怕我憋出毛运来啊 93 是 您这过了 上海人之后就是95了 这没有问题两岁 那要按照这个老百姓的说法 您这过了好几个坎了 一个坎都没有 就没坎了 没坎 郭老师是天津人吧 少学天津人吗 天津生 天津掌 那个郭老师 开场之前我去看您 您好像说了一个我特别爱听的话 就是说看见我就不换台了 对 真有这事啊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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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这样的 真的 那下面那句能说吗 就是要是没有小王就更好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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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没有 我就觉得郭老师不可能是这样的人 你只是个叶子 它是花 哎呀 郭老师 我知道您为了我们中国的声乐教育 做出了真的是非常卓越的贡献 关键是您有好多学生 现在他已经不是在歌坛了 哎呀 各行各业好像都有 好像 哎呦 就后来我说这期节目怎么录啊 这要来的人 要真请来的话 这400多个人 你说这没法录啊 对 对 这郭老师是一直在做声乐教育是吧 对对对 比如我们大家熟悉的腰红老师是您的学生吗 是 是吧 李古一老师是学生吗 是 这刘炳毅老师是不是也算学生啊 也算 也算 吴壁侠算吧 吴壁侠 算算是是 对吧 好多好多啊 那您估计今天您的学生会来吗 我不知道